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去Nagi拉面店体验什么叫做来自日本的拉面连锁店 虽然说Nagi拉面它在日本的部分分店也是采取24小时营业的方式 跟一然拉面一样 可是啊 它在台湾却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的营业 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因为真的半夜你会想要吃一碗 热腾腾又油腻腻的拉面 温暖自己的身心 但是我们今天要吃的拉面比较不一样 在台湾拉面的主流 不饭就是豚骨拉面 盐味拉面 还有酱油拉面 可是啊 我们等一下要去吃的拉面店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拉面店点餐吃东西吧 Go Go 加一碗兩碗 你好 我想要濃厚豚苦的湯頭 濃厚的湯頭 味道很好 然後麵條要加麵 加麵 我蔥花都可以 OK好 謝謝你 哇 好久沒有回來這一間拉麵店了 這間拉麵店是在我當初退伍的時候 我特別愛的一家拉麵店 是因為這家拉麵店 它主打的是蝦風味的拉麵 不管它是搭配著豚骨 然後又可以加味噌 鹽味 或是說做成台灣風味的豚骨拉麵 它拉麵上這個紅紅的東西好好吃喔 咬下去是滿滿的蝦味 感覺真棒喔 我們來喝一口他們的湯如何吧 我剛剛是點了濃厚豚骨 然後搭配味噌的風味 不知道喝起來是如何呢 喝下去滿嘴蝦味 感覺真棒 我們來吃吃看他們的麵如何吧 它這個豚骨味道非常的濃烈 滿嘴都是油的味道 感覺好舒服喔 是說它這邊桌上有附拉麵胡椒 還記得我們上次去吃Nagi 還有一蘭拉麵的時候 好像一蘭拉麵沒有附胡椒 然後Nagi它是給我們現磨胡椒 可是很少可以看得到 拉麵店提供這種拉麵胡椒 我們來吃吃看 我們來加一點吧 我們來加一點吧 麵胡椒之後拉麵味道如何呢 我覺得加了胡椒之後 它讓原本的豚骨蝦味 又多了一種多層次的風味 感覺真棒耶 那我們來吃吃看叉燒如何吧 它這碗拉麵的配料只有一塊叉燒 跟半顆糖心蛋而已 好啦 不過它味道不錯就可以了 它的叉燒入口即化耶 它是瘦中帶肥 咬下去的瞬間它軟嫩到直接融化掉了 感覺真棒耶 感覺真棒耶 那我們再也吃吃看它的糖心蛋如何吧 這半顆蛋吃下去的瞬間 雖然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咀嚼過後它濃厚蛋黃香就爆發這裡口中裡面了 這個有符合拉麵糖心蛋的水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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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可以耶 是說他們桌上附的白開水裡面有冰塊耶 這樣讓人感覺到滿滿的誠意耶 還記得我們上一集在Nagi拉麵店講過的嗎 因為在日本那邊 他們的水龍頭水打開都是可以直接做生飲的動作 所以你去吃餐館的時候 他們給你常溫的水會讓你覺得說 可能沒有什麼誠意 因此有的店家他會提供熱水或是冰塊水給客人去使用 那麽等一下我們就到外面做結尾吧 那麽等一下我們就到外面做結尾吧 OK啦我們已經吃完一碗拉麵了齁 如果各位對豚骨拉麵不陌生的話 想必各位應該都有吃過九州細麵吧 九州細麵它是屬於日本拉麵裡面最細的麵條 它與北海道風味拉麵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我們今天在這邊點了北海道拉麵的細麵 可是它送上來的麵條卻是博多拉麵一般的粗麵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到這一點呢 而今天我們吃的拉麵店師傅 他就是從北海道那邊過來開店的人 我就覺得說能在台灣吃到北海道風味的炸黃拉麵還不錯呢 因為它拉麵的基底湯頭是豚骨湯頭 它會讓你在四種濃度裡面選出一種你想要吃的濃度 不管是蛋還是到最濃 甚至師傅可以幫你調製出台灣口味的豚骨湯頭 可是對於我們常吃拉麵的人來說 我們點的湯頭當然越濃越油越鹹越好 在宜患他今天提供了四種拉麵的調味 很可惜的是說 我今天本來想吃辣味噌調味的 一換拉麵與其他拉麵店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它會在拉麵上面加上炸蝦殼的碎粉 你們知道嗎 拉麵上那個紅色的粉末吃起來超香 超好吃的啊 大概就像是台南蝦餅這樣子的風味吧 只不過它今天將味道擺放在拉麵上 就讓拉麵又多了不一樣的層次感 我覺得還蠻適合與各位分享的啦 那說到這邊不知道各位對於北海道拉麵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還是說你平常就有在接觸北海道風味拉麵的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喜歡吃哪一家拉麵喔 那我們影片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囉 假如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收睇到這裡 來自我影片 那還有, 很快 讓我們來來解釋嗎 我們請問大家